記得按讚訂閱 還有開啟小鈴鐺喔 歡迎收看這次的該買系列 耶 你好尬喔 今天呢要來開箱的東西 萬代出的G frame 盒丸 frame 是什麼意思? 框架 你真的看我英文 鋼彈frame 就是框架 那種外框的意思 現在要開的這個是第八彈 其實前面已經出過蠻多次的了 這邊有三個 F91 0080 MS小隊的EZ Bar 結合骨骼 對 沒錯 六盒喔 裝甲跟骨架是分開賣的 這邊這一盒是骨架 然後這邊這一盒是裝甲 非常的厲害 萬代我尊敬你 其實這兩盒都是有骨架的 差別就在於這個是不可動的 這是可動的 如果你只買一盒 你會得到一個不可動的骨架 以及它的外裝甲 那這一盒呢 它就會附上它的標誌性的武器啊 就是要讓你一次要買兩盒啦 我覺得這很容易買錯了 想要去買這個東西 結果你就拿了這盒 比如這個骨架當的 你可能碰到有人把這個買掉 都只剩骨架之類的 買回家就一拆開 啊 怎麼那麼骨架啊 不會這樣子吧 如果你們有發生的話呢 恭喜 再來呢 它要留著 它要留著 就是這次呢 我會不會介紹這三個嗎 通常在介紹 絕對不會買錯的 紅捆包 可動的骨架呢 跟裝甲還有武器呢 通通都付給你啦 其實是不同系列 剛剛說這是08ZG3 是完全不一樣的喔 底缸三號機 這個Gfriend啊 特點呢 就是在於說 因為它有骨架嘛 普遍上感覺它的可動也還不錯 以它這個價錢來說呢 是有誠意的 服裝也很容易 先來看它有多容易 這不是閉著眼睛就能住 剛才你拿到閉著眼睛住嗎 剛才你拿到閉著眼睛住嗎 沒有 沒有 現在開的這一個呢 是Easy 8 它非常的環保 說明書是在裡面 好棒喔 它這整個就分好了耶 它就長這樣 這邊是它的這個骨架 可動的 尼巴小雷這個盾牌 這一個的話就是它的裝甲 尼巴這個其實已經裝好了 對 它已經裝好了 講到Easy 8 比較可惜的一點是 它沒有附上就是Easy 8 就是比較著名的它的那個背包 這個是塑膠的耶 我以為它會是軟膠 不是 檢查一下有沒有湯口 我現在是憑檢的人 找到湯口了 我是QA專家了 裝好了喔 喔 不可動的真的 不可動了 你弄它它會斷掉 真的可以拿來練習上色 然後它的天線 有點像以前年代的那種 收音機 就是可以拉很長這樣子 欸 開掉了 你剛剛煮這隻大概花了多久是不是 30 我覺得開包裝開很快 它就只是把它扣上來 能夠讓它可動 然後擺出 有點魄力的姿勢的話 大家會比較喜愛 一整盒都是很適合 拿來當作免洗的素材啦 這個蠻能批的耶 筋骨也蠻軟Q的 不過都是球形關節啦 接下來呢已經把這三隻都 組好了 對 從吉爾谷格開始說起好 它這個裙甲的霧面零件啊 質感蠻好的 以為它會軟膠啊 刻線也不明顯啊 這隻看起來完成度很高 最讓我驚豔的一點 是它這個鞋子的這個底部的這個顏色 它其實是有點珠光的 都是純黑色 它這次呢也有附上就是 節骨格非常標誌性的盾牌 然後它的兩個武器 帽子呢 一樣也是可以替換的 幫它換成 對 然後一個是普通 普通名 可動的話呢 以一個合完來說 表現的算不錯 裙甲它都可以就是稍微抬起來 所有零件其實都不太容易掉件 因為我剛剛要 把它從不可動的這個骨架 拔下來的時候 我就覺得超級級困難 它的武器也做得很好欸 槍的旁邊這種四個線條 顆線也都有 做得很像RG的武器 但它還是有一個缺點 它不能從背面看啊 因為它的那個妝甲 只有做一半而已 當然這些小缺點其實都是 我覺得有反應在價格上 再來是我們的Easy8 我直接先從它的缺點說起 它有一個色差 這個色差也蠻明顯的 有一個米色到綠色 最反而是白色 然後又是藍色 它的細節其實也是蠻細的 眼睛這麼小的地方 它的塗裝 好像都沒有異色的感覺 它的顆線做的 其實像這邊這個角角的圓形 看起來就像是另外一個零件 差在這邊 可是它其實是顆線可出的 中間胸甲這一塊 它其實是有做全部上色的 整體來說就算蠻好的 有一個小小的遺憾是說 沒有被保啦 那再來就是 摘了非常久的F91 應該這樣看得出來呢 這個可動性真的很好 而且穩定度也很夠 它整個型也都很好 小腿的肌肉線條啊 刻線細節都不用說 都蠻優秀的 毫無懸念它沒有色差 內巴 哎呀 它就是後面已經有 給你這個背包 就是比較能夠從後面看啦 下面其實有一個洞 這可以讓你放在支架上面 就是可以做出更多的姿勢這樣子 就是它後面這個翅膀的地方呢 其實也是可以拔起來 當作是它的武器的部分 可玩度是蠻高的 要劈腿也是 大丈夫 以這三隻來說的話 表現呢 都還蠻不錯的 不會覺得說 買到廉價的塑膠玩具 那這一隻呢 它的骨架跟裝甲呢 是在同一盒裡面 剛剛我們其實在開這三隻的時候呢 裝甲是先裝在不可動的骨架上面 有一點點難拔起來 希望這一隻呢 很輕鬆的 就可以讓我們 開起來 這一隻呢 它是Z鋼三號機 鋼彈新體驗 Green Divers 0087 這部電影 它是在2001年上映的 對 它其實就是也是在講述 0087那個年代的故事 在講一對 姐弟 被救的故事啦 白色偏粉的 這個Z鋼 其實我覺得是蠻偏女性相的 這個就只有兩包 它就是已經裝在可動的骨架上面了 很漂亮欸 說明書也是印在裡面的 原本我想說 這可能是給小孩子玩的 其實它是有寫說 這個對象年齡是15歲以上 就蠻大的 狗都沒畢業之前還不能買嗎 完成了 欸很快欸 這個比剛剛的還快欸 大家都一把槍 人武手上有槍 誰都殺不了它 它部分的裝甲已經是裝在它這個 股架上了 我覺得這樣子的話我會蠻喜歡 這隻的配色也是有別於一般的 就是鋼彈配色啦 偏灰粉的色系 附的東西啊 就是有它這個槍嘛 盾牌 盾牌 我覺得它的細節做得很好欸 它這個顏色啊 它這個白色應該是重新再上去的 嗯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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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附上了就是另外兩個手掌 攤開來的手掌 讓你有更多的打完的空間 背包也是可動的 以一個可玩來說呢 我覺得它可動性呢 非常非常的好 裙甲這個它是一起把它這樣子打開 那其實有一個小技巧 就是把它從中間切開之後 它的裙甲就可以分開開 那切完它就沒裙甲了 真的耶 剛剛所長幫我們把這個裙甲呢 就是切割之後呢 它現在可以分別開啟 這樣子這就又更不錯了耶 可玩不只是一個塑膠玩具而已 也是能夠承載很多人的夢想 只要花少少的幾百塊就能買到你的夢想 值得 值得 那我們要做個總結啦 也是有三個優點啦 嗯 它的塗裝很好 可動性很好 會附這些精細的小武裝 有點大概就是這個背面 背面不行 看到這個時候 我當下第一個反應是覺得說 這可不可以拿來當作素材練習 價格不貴 體積又小 在玩具店或在超商 你剛好看到你自己很喜歡的機體的話 你也可以買回去組組看 其實也是另外一種感覺啦 能夠組裝起來容易 然後又擺在那邊帥的話呢 我覺得這也是個蠻不錯的選擇 該買的一些就到這邊啦 那如果粉絲對我們的影片有什麼建議啊 或是覺得說 我們有少介紹到什麼東西的 那就麻煩在下面留言讓我們知道 這一次還想要再辦一次抽獎活動 把這個補組都送出去 隨機的 隨機的 不能挑了這樣 到我們的Facebook上面去看一下相關資訊 抽獎呢 我們也會放在留言底下 先寫表單抽獎 我們也會在那邊寫出比較詳細的辦法 祝大家重大獎囉 Yeah 掰掰 下手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